警方星期六凌晨在长沙环截查一架凍贵货车 揭发34岁男司机涉嫌在停牌期间驾驶 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 并且把他拘捕 涉案姓王司机原来和前年情人节奪命车祸有关 当年他驾驶一架凍贵货车在沙田同一架的士相撞 导致两死两伤 其中一位死者还是商台DJ阿岭的前女友 王最终被裁定三项不小心驾驶罪成 监禁三个月和停牌18个月 法官说他过去有危险驾驶 不小心驾驶和21次超速等纪录 还说他不是良好的驾驶者